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電梯以A的加速度上升 等加速度上升 當電梯速度大小是V0的時候 這個時候有一個東西從天花板掉下來 且電梯車廂高度是H 那要你回答下面問題 我們看第一小題 他問說這個物體落到電梯地板上 需要多少時間 我們用那個相對運動來看 我把這個物體看成1 把電梯看成2 我們看看 這物體相對於電梯的加速度多少 就是A1對2的相對加速度 這個1它的加速度是往下 我現在定向上為正向下回復好了 它的話呢 加速度是多少 加速度是負G 減掉2的加速度 2的加速度是A 所以它相對加速度是G加A 但是往下 然後它的相對出速是多少 一開始它剛好掉下來 剛好掉下來的時候 那個電梯的速度是V0 那它剛掉下來的話速度也是V0 所以V1的話它的初速是V0 那 V02的話初速也是V0 所以一開始的話 相對速度是V0 剛開始掉下來的時候 結果說 一直在加速的時候 它們的相對 速度都是V0 掉下來那一刹那 相對速度也是V0 以後的話 才不是V0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相對加速度知道了 相對速度知道了 所以的話 所以的話呢 你如果 你如果站在什麼呢 站在那個電梯上來看 那這個物體相對 電梯的人的話 它是什麼呢 等於是自由落體 因為初速等於0 相對速度等於0 等於自由落體 不過這個自由落體 它交度是G加A 好那你看到自由落體的話 高度是H 會等於2分之AT平方 等加速度硬碰 我現在定向下為證 A現在是G加A 2分之AT平方 那這樣的話 掉到地板 它的時間我就可以算出來 T就等於多少呢 根號 2H 除以G加A 所以的話 T的話呢 等於多少呢 等於V 這個選項是V 這樣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 它說 對於地面的觀察者 我就說你觀察者設在地面 觀察者設在地面的話 這個物體的話 它是做什麼 做千指上趴 初速的話呢 等於0 不是 初速是V0 講錯了 初速V0 然後 然後加速度是G往下 所以它是 這樣上去再下來 就地面 禁止觀察者而已 若一保證呢 這個物體 落置電梯地板時 其位置的話 不比 瞬間掉落的位置 那個 更低 也就是說 它這樣的話呢 掉下來的時候 電梯地板的話已經跑到這裡了 它就可以保證呢 它掉落地板的位置 不低於什麼呢 不低於它 不低於這個原來的位置 也就是說這個高度的話 要大了等於0 讓我們曉得說 我現在站在地面上來看 我現在在地面上來看的話 我現在以什麼呢 以這個物體剛掉落的那個位置 為原點 那麼它等於是做 那個地表的垂直上趴 所以這個VY的話 這等於多少 等於是 2分之1的GT平放 再加上510T T 剛掉落地板的時候 是這個時間 掉落地板的時候 我要能夠保證什麼呢 他說不低於這原來的位置 那就是大於等於什麼呢 大於等於這個原來的位置 那這個原來的位置是0 所以是大於等於0 要滿足這個條件 所以我把T 帶進來的時候 要滿足這個條件 好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T可以約掉一個 T的話就約掉一個 那我就曉得 這個V0的話 會大的等於 2分之1的GT 這個我叫T0好了 我叫T1好了 叫T1啦 T1啦 這會大的等於 2分之1的GT 那是2分之1的G 乘以多少 乘以這個 2H 2H 除以Z加A 好那這樣的話呢 那我就曉得 這個V0至少要多少呢 我把這 拿進去的話 就變成4 Z加A 是Z加A 2分之多少呢 2G平方H 2122的4 也就是說 V至少要多少呢 至少要 Z 平方H 除以2Z再A 剛離開的時候,這個初速必須比他大 他才能夠掉到地板的時候,他的位置才會比,不低於原來離開的位置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 我就說,V0最少是這個了,答案就是這個